人称我叛官 这说明我这御史做的刚合格 何时有人称我为铁面叛官 才说明我这御史做出点门道来 铁面叛官 我看悬 何处此远 你拿酒杯照照 哪个不长眼的管你叫铁面叛官 要叫 也得叫御面叛官 要不西平公主也不答应啊 江兄 你这是拐着弯的调侃吗 原来这名号还是您起的 当时我就是一句戏言 我说这话的时候 旁边也没有别的人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只能是驸马本人 难道 难道 驸马现今人在钱州 还活着 从武作考试到现在 在王爷手下 我已经验过好几具尸体了 可是 还是没有通过考试 不过 警大人说得对 王爷似乎很想让我留下来 虽然王爷说他不是鱼面叛官 可他心细如发 神策军的伎俩全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而且执法严明 不畏权贵 和六扇门九大神谷传奇里的鱼面叛官一模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是名号还是年齐的 当时我就是一句戏言 说这话的时候 旁边也没有别的人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只能是驸马本人 难道 难道 驸马现今人在钱州 还活着 我也想过这个姑娘的举动 是不是驸马受益的 不过自西南探回来的消息说 这位用驸马办过的案子编故事的巫医 一直住在钱州关岭县平乐镇 兴许是受了重伤的缘故 多年以来双腿一直不良于行 五年前离开了驻地 自那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一个不良于行的人 怎么会突然间下落不明呢 他平时在平乐镇与人很少交往 唯一关系密切的就是楚家 楚家不知道 那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而且王爷去钱州 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钱州那边恐怕是出事了 冯介 刘月 卢传笙手头的公物 多少都和钱州有关联 可那严明和武姬 与钱州能有什么关系啊 西域草屋头 虽在多地都有生长 但各地出产的品种与毒性皆不相同 武姬自尽所用的那种 金茶燕是用钱帝古法炮制的一种 严明那桩案子 还有一些鱼团未解 待我查实了再与你说 如今世事都沾到了钱州 就必定不是巧合 西南那边恐怕 会有关乎社稷的大事发生 关乎社稷的事 还说了什么 这事越想越麻烦 我非去不可吗 这次西南之行 你必须得去 除了你为安郡王半柴之外 我还有事让你去办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不到在这长安城里还真的有人敢刺杀你啊 这才多久不见 你得罪人的本事又静静不少 时候不早了 你该去公主府 若我母亲问起来 放心吧 瞎话我自己会编 走了 等等 你就不问我原因 从小就是听你的 我管你为什么 反正 你肯定不会坑我 王爷喜欢好看的姑娘 我就让他看到一个好看的姑娘 算投气所耗了吧 我连腐坏的容貌都能修好 还修不好自己的脸吗 楚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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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楚姑娘的过锁呀 我在那间客栈找到了 应该是楚姑娘不小心掉落了 找到了 太好了 谢谢吴将军啊 过锁我已经打赖了 那楚姑娘 开开门吧 我 我那个衣服还没穿好 要不你先帮我放在门口吧 用块石头压住 我一会儿就出去拿 谢谢吴将军了 对了 王爷将楚姑娘昨夜掉落在冯府的东西 也取回来了 那我一并给楚姑娘放下了 真的 太好了 谢谢吴将军 对了 吴将军 王爷看到那份咽尸蛋了吗 看过了 那王爷说什么了吗 王爷说 楚姑娘是一个难得的好舞座 真的 王爷真这么说的 哎哟 那王爷的话 卑职可不敢胡编乱造 太好了 吴将军 王爷 已经回来了吗 王爷 应该还在回来的路上 如果楚姑娘想见王爷的话 那等王爷回来 卑职带北冲船 谢谢吴将军 王爷 王爷 八具尸体都已经仔细排查过了 没有神测军的人 都是些脸上刺了字的死囚犯 只是尚未查出是哪个狱里逃出来的 果然是秦鸾 秦鸾 向军府揭穿楚楚武作的身份 煽动军府向圣上告证 阻止我调查军界死赢的是宫里派去吊宴的宦官 趁夜点燃冯府灵堂 想要毁尸灭迹的是神测军 瞒过守成兵 将许如归送出城外的 也是神测军 除了秦鸾 朝中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同时使唤这两方人 是